大家好 今天分享去年秋天去一位美国朋友家采访的视频 在去的路上请老公介绍一下为什么去他家 今天呢我们去一家认识了考上师家的老朋友 十来年前嘛 他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这个新的地方呢离城不稍微远一些 那么另外一个呢 他是买了一块新的地 在山上的一个林地 买了林地以后呢 他建了一个新的房子就搬过去了 他自己买了地自己建的房 自建房呢有两种含义 一种含义呢就是完全是自己建的 就是说自己完全动手的 但这种情况很少 大部分情况之下是买了地以后呢 包给别的公司按照自己的设计去建 或者他买了别人的设计去建 他家呢是买了一个14个英亩的鱼块地 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要了解呢 他又是工具间又是农具间 所以呢把Balm这个词翻译成 多功能骨仓或者叫多功能农具间 或者工具间可能更加合适一些 从欧洲来的新的移民呢 到了美国以后呢 他一般在同一块土地上面 自家的土地上面他会建两个建筑 一个建筑呢就是说住房就是house 那么另外一个建筑呢就叫Balm 那么这个Balm我刚才说了 是东宫农屋农具间 反正是跟生产资料有关系的东西 跟农具啊这个 这个种植啊或者呢养殖有关东西 全都放在另外一间 那就是一个这样东宫农屋农具间 之前我知道呢 这位朋友呢 他喜欢打猎 钓鱼 高尔铺 他好久没有跟我打高尔铺了 他总是说他很忙 我说你房子都建好了 为什么那么忙 他就说我在建这个Balm 那么搞得很忙 所以呢我就产生了很多的疑问 我就想呢 建一个Balm需要怎么建 花钱多少 要建多久 需要多少人来帮忙 那么另外一个 为什么要建个这个东西 你的好奇心很强呢 因为采访的内容较多 我们会分期给大家分享 请看下集 谢谢收看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再见